大家好 夏季养护兜油 很多花友接里的兜油 叶片看起来无精打采 叶片安大 其实很多花友觉得浪根了 马上给它托盆 这是不正确的 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法 夏季是虫害的高发期 我们养护兜油 都是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 因为夏季高温闷月 光线过强容易灼伤叶片 不过在养护过程中发现 兜油的叶片暗淡无光 这是什么情况呢 虫害 虫害会躲在叶面上 啃食 叶面上的枝叶 或者是盆头内 啃食根式导致 兜油的叶片暗淡无光 所以在夏季 我们一定要做好防虫 夏季是虫害的高发期 一直以来我都是用这种小胶囊 浮虫胺 用一小粒 掰开 然后晶莹的撒在 脂料的表面就行了 这种药物是出杀型的 有虫子触碰 就能马上毒死 有效期长达60天 好了 喜欢兜油的花园们 在夏季养护 我们一定要做好防虫 这样你的兜油才能更好 更健康的生长 好了再见